要求再保障自民罪 在即便是对于中国 目前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诺康犯罪集团的首犯 大独销诺康 诺康正被缓缓地带出此前 积压自己的看守所 迁往归归 述而不漏 那从现场 现在在镜头当中出现 主要是为诺康触谋划策 而且是具体策划实施 通过相关的报道我们也了解到 我们的看守所 我们的公安干警 诺康扎萨带上求车 另外对他们的称谓 他们的身份也在犯罪嫌疑人 我们在经过法院的一审二审判决之后 尤其是经过了最高人民法院的 死刑复合裁定之后 他们今天的身份 按照涉外程序 即时通知了所在国的 这些领事国的犯罪过程当中 是负责为诺康触谋划策之外 那么起来 都是枪杀以后 都把尸体抛到河里去 军车两已经离开了云南空军看守所 再有四名罪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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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